山土耳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恐怕造成土石流 浅市区的居民高度风险 因此花莲狱里 顶平部落整个部落居民 都进行了撤离 居民也很担心 自己的家园会遭遇土石流 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连线给雨晨 好 主播观众 继续带您来关心到 这个山土耳台风带来的影响 昨天就已经降下大雨 因此让不少这个 土石流浅市区的居民 都已经是相当的担心 他们自己住家 可能会被清洗 因此他们就已经先来到 这个安置所这边 可以看到安置所这边 是已经有不少的民众 在这边铺上他们的睡庭具 在这边睡觉休息 那么可以看到旁边都是 他们的准备的物资 有便当 水 以及是饼干 都可以来让这些 撤退的居民来取用 那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危险啊 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笨呢 不晓得 那是不是你们几乎整个部落的人都撤离 对啊 每次都要下大雨就撤了 那每次下大雨大家都很担心 对啊 超普超普 下雨超普的数量 那里长就来叫我们撤离了 那里长掉我们撤住呢 就是你们家很靠近 那个危险的山坡 对对对 那你自己会不会很担心 就是回去的时候 家里可能已经有些灾情了 会啊 会啊 好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 撤退到这边的知名呢 大多是平顶部落的知名 部落那本来大约是有20人 他们现在几乎全都撤下山了 因为呢 他们之前部落就曾经发生过涂湿流 那么涂湿呢 都冲到他们的家门前 让那个居民呢 是心生恐惧 到现在还是余迹有存 因此在这个台风来袭之前呢 他们就已经是全部人都撤离了 那有部分呢 是到了亲戚的家 那么这边有12位的居民来到安置所 他们希望在这边度过台风之后 可以安全的回家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陪陪棚内 燃烧热血棒球魂 十场真霸 看东森